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你很開心 你的學生交功課 挺難得的 很難的功課 你叫我做都挺慘 不是慘 而是說他是有心去真誠去抄 大衣精神抄108次 有兩位同學 一個叫什麼名字? 一個是阿姨 一個是阿欣 女士比較誠懇一點 很耐性 還有一張 還有一份 兩份的 他都是我們那個飛達保健班的同學 這個學生 故意告訴我今天交功課就是 我看他們寫的字是很認真 從頭到尾都是很認真去抄 不要說那些字 不要說那些字漂亮不漂亮 他就告訴你 他是很特別的感覺 一個是中文大學畢業的 30年前 那個先生又是教授 現在就退休了 他有個美國朋友來到香港 那個是美國人來的 美國鬼來的 我相信他的朋友在美國醫治了兩三年 都沒有什麼效 跟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用他們的方法和心得 就跟他們弄了 弄了一兩次 走了回美國之後 站上來 就已經是很多都一七八成了 那時我講過 我這件事就不知為何 自己不知為何 因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真的想去追求 但真的不知為何 據古路相傳 以前那些聖元的書 特別在有些佛經 正宗的佛經 有些人抄 抄抄一下 他不識字 變得識字 但我說過 孫師廟這個底精成 你抄到一百零八片 才有感應給你 我都是隨口說的 就是傳說來 有一個某女士 他真的有這樣的感應給他 他知道人體那個手力是怎樣落法的 這個很特別的學問 很難得 我們就答應 下次聚會你記得就叫你出席 每個人送一個翡翠的掛式給他做紀念 很難得 很認真 很難得 問題是你什麼時候要聚會 那是七月初 另外有一篇就有一個 這個好像是國內的人來的 是啊 他說是國內的 國內的人就 有一個特別很專誠的 選擇一次來的 國內人來的 做一次給你打算 好啊 寫給郭博士的 你們好 不知不覺 收聽博士每週四的節目已經兩年多了 讓本人增長到很多寶貴的知識 特別是社會教育方面 由於他一直在大陸讀書 對學校的教育一直以來 都是覺得有些問題 因為生活上是很難應用得上的 聽了博士的節目之後 就開始反思他從小讀的課本 的確有很多社會的知識是缺乏的 如果你翻遍小學、初中、高中的課本 基本上都是幫學生建立一個 金錢就是萬惡的概念 很多人因為他跳樓、妻離子散 但是就從來沒有教我們 怎樣掌握他和怎樣跟他相處 怎樣花才是花得有價值的 與中國內地吹起那些唯利是圖的風氣 你在學校的東西和他根本自相矛盾 作為一個學生的我 選擇了相信課本講的都是神話概念 加上他本人是來自一個技術自足的小家庭 所謂比上筆足比下有餘 但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的時代 他爺爺奶奶就靠了一門手藝 就不至於餓死 所以覺得學校的教育更加無聊 沒有用 後來在大學讀的就是藝術設計 在思想氛圍比較活躍的美術學院裡頭 生活了幾年 開始意識度、課本的知識都不是全部沒有用的 不過出來工作之後面對的問題 很多時候依然會手足無措 後來聽了博士的節目 學會了很多和人相處的技巧 特別是博士每次在節目的分析評論 當時的社會熱點時事的時候 真是獲益良多 非常感激博士無私的教授 第二 他本人使用了視力平衡演一個多月 每日用四小時 在視力上雖然沒有太大的改進 但也沒有繼續惡化 對於一個像他那樣的 從事IT工作的人 這件是值得欣喜的事 但他另外有所發言 有些驚喜的發現 在使用平衡而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 他覺得佛話裡頭的人物樣貌 比之前更加立體 而他本人接受了很多年的藝術教育 知道製作同色系的繪畫作品 其實遠遠比其他對比式的作品要求的技術高很多 第二 本人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候 發現思考比以前清晰了一些 第一點 有人說你是學的 你自己是 因為你是做學開這行的 你覺得這是主觀意識 不可以證明什麼 但是本人特意拿了一份 美國法學院的閱讀理解 的測驗試題目 測試一下 居然四篇都沒有錯過一個 對他來說 簡直是意外之喜 他使用幾分短呢 準確率就大大提高了 第三 雖然本人至今都沒有緣份 親自來請教博士 關於身體上的問題 但在博士的指導之下 他每天都會練平衡 平衡工的 練三十個一組 練兩組 每日拍腳二千下 另外加上他會吃一些自己種的豆芽菜 他一般來過以前 一直都有月經不調 和閉經 但是最近半年開始 每兩個月就會來一次 但時間有早有遲 就不準確 請問博士我是不是應該 照這個節奏繼續練下去 還是需要進行一些什麼調整呢 請博士來指教 很大的緣份 在一個時空相隔 這麼遠的地方 聽到節目 又可以受益 這個很感謝世界科學家 創辦到有這樣的互聯網系統 幫了我們很大忙 三十幾年前 我們要印那些佛學的書 開始送給人 都有做了 有時候在報紙裡出一些資訊 但我傳播知識都是很大障礙 是很年輕的了 講這些這樣的心願 就是十幾歲的時候 我看《無明事》的著作 有一個作者 有一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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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電影叫《塔利的女人》 有《北極風情話》 有《路西亞之戀》 大家上網搜尋到 沒有《無明事》 好像台灣是 不知道是《北極風情話》 那個哥哥的弟弟 這個小小黃基 是三十年代 中國很紅的作者 他講過 對我很大印象 他那個《塔利的女人》 有一個電影 不知道是《北極風情話》 可以講的 太久了 幾十年前 他說那個國家 我們中國 要將 和世界的宗教 要重整的 就是世界的宗教 就是要重整 就是人類想進步 要將宗教重整 就是不夠用的 就是你 千幾二千年來的戰爭 都是因為信仰而引起的 那個宗教 如果你的信仰是正確的話 是不可能會引起戰爭的 就是你是不是隱藏了 一個很大的毛病呢 就是你 你不只不會被人家帶來和平 為了信你的教 還要打仗 到現在都在打仗 你在佛學上 用佛學 那個世界就可以和平 因為世界上來講 所有宗教都有戰爭的 是唯一 沒有因為宗教引起戰爭 佛教沒有為了信仰打仗 是沒有的 現在伊斯蘭教分裂了 那麼多教派就打仗 他基督教 伊斯蘭教 祖先都是同一個人 他那個時候 我們這麼年輕 記得這句說話 自己的背景是不可能有這些理想的 但是經常都說是呀 很對呀 又看回自己父母的信仰 又拜黃大仙 又拜觀音 又蕭伊 每年那些又借租 家裏又擺些地主 又擺些神主牌 就是擺大堆東西 如果真是靈的話 這麼誠心 媽媽的都應該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保佑呢 我一直都有疑點 很印象深刻 整個都希望找到一個 到我們後來學佛的時候 又做了研究 將那個佛教 一路研究下去 嘩大件事了 原來佛教不是叫人搞信仰的 整個佛教的學問 沒有叫你去信的 只是告訴你 你用這個方法 就是等於我們下棋的棋局 你是明白這個棋局呢 就等於我們人生的棋局了 你出生有父母有兄弟有姐妹有朋友有同學 這個社會呢 有這麼多的生活的環境在這裡 其實都是一個棋局來的 你站哪個位不站哪個位 站哪個位呢有危險 你跟別人撞到呢 你怎樣相處 那真是整個是人 所以人生而棋局 棋局而人生 那一個佛學呢 就不是佛教來的 佛教呢其實是一種 很現實的 生活的指南來的 就是人的生活的指南來的 如果那些貓狗動物它會聽到佛經 都是一樣對它有用的 是生命的指南來的 就是你為什麼會來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呢是有什麼 就是令到你這身人呢 會出現這些問題呢 原來是有指引的 是有得解釋的 那之後呢 咦 為什麼將這個學問 如果能夠正式去推廣 或者透過這些渠道 可以將一些正確的知識 介紹給人呢 那一路都有個心願的 那到我在再生日研究 去到八十年代 在馬拉雅山回來之後 就是閉閻關回來 那一九八十四年 就有一個很強烈的願望了 哇 你給我找到一個地方呢 然後呢 我就正式式成立一個學會 將這個正式佛學的文化呢 推廣給世界 那真是每日做功課都有這個願望 那你找個什麼地方給你呢 哇 它無端端呢 就感應了 那我當然告訴大家 有沒有人有些地方 要來做學會啊 在九龍堂附近 在九龍堂附近 那裡 感應到呢 有阿簡福兒介紹 去買深馬實島的 那時候買深馬實島呢 都是六百萬左右 唉 但是我業主賣的那個呢 就很順暢的 第一 不准港價 第二呢 要給了三成訂 那就是他六個月之後呢 才交樓給你 他即是先解決了這兩件事 你准港價就不要看樓了 那如果你不接受到 給了三成訂先 六個月之後交易 又不用來看樓了 那不招職 不是招職 人家買賣有條件的 你喜歡買就不買 他不是招職的 即是他的劇情是這樣的 那我去看 爛勇勇的 深馬實島四號的時候 爛到 很奇怪 即是用得很殘的那間大屋 那也都對 照做學會 那進去我首先看 看什麼呢 有沒有地方 可以做一個 教人打坐的地方先 坐下講學的 有了 可以搭 可以搭潛建 就是想就想到了 所以深馬實島 就搭回來的 那個廣堂很大的 幾千呎的 在花園那裏搭潛建 有時候沒有那麼嚴 那就變了就 被訂去買了 哇 結了 做不到樓會 因為第一 他的屋舊 第二 就倒肆 那時候 1984年 總英會談 就很嚴重 銀行 吹雞 不過很難得 介紹 廖簡福兒給我買那個斯文律師樓的老闆 姓唐 唐 唐律師 我是傑的 我們香港的銀行不借錢 那他幫我找了一間日本銀行 叫做浙江第一協議 不是浙江 是不是有浙江兩隻 第一協議銀行 日本第一協議銀行 就上到場了 要不然那次做不到樓會都挺狼狽的 加拿銀行都不做 或者做得好少 買回來 成立了一個 那時候我們的學會叫做顯密佛學會 有佛學兩個字的 就是說佛學在這個世界 為什麼有顯有密呢 一個就是你看到的 但表面上給你看到的文字語言 你看到的 原來世間所有一個事物都是有明有暗的 那邊那個杯你看到 那個現狀呢 就是一塊玻璃裝了一些水 這個是杯來的 有個名詞叫做杯 但是蜜呢就是秘密了 秘密呢不是說什麼神秘 原來你不知道 你是不是沒有再看下去 這個玻璃杯的本來的面目點呢 是那個石英來的嘛 石英提煉出來的嘛 本來沒有那個相嘛 是經過人手之後呢 就變了一個不同形狀的杯 原來世間事物呢都有明有暗的 就是代表了這個在宇宙的光明和黑暗的學問 就是你看到或者不看到的學問 也都包括了理性的學問和感性的學問 就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學問 精神世界的學問 你看不到嘛 又沒有文字又沒有成分 是一個感覺來的 那這個就是佛學的最大的前提 那成立了之後 就開始搞這些班了 最早教的 那時候我教的那些淨工的班呢 就都幾多人來的 我記得就很奇怪 那時候有 就是今天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學會的一個小小的 年起啦 我們分了男女兩邊坐的 每個星期我有一次講課 一邊呢 一邊呢 一邊男一邊女 但是男那邊呢 就特別奇怪那時候 前面那邊呢 全部都是警察部的人 後面呢 全部都是古惑仔 哈哈哈哈 那時候有一個陳展祥啊 後來做到高級警司的 做過沙脈調查科 重案組的一把手 你古惑仔 他師兄弟 陳展祥帶了幾個探長來 來聽我講課 他現在講1987年 八六八七年那時候 現在退了休了 四次診 搞搞搞搞下去之後 咦 都是不行的 黏了個佛的字 變了是覺得被人 有宗教色彩 那些朋友說 他的朋友同時信基督教 叫他來聽聽我們 學一些健身的東西 他們都不來的 他們就是很抗衡 一有個佛字 後來我們就改了 叫釋迦文化中心了 這個是文化來的 那就沒有了 不用這個顯密佛學會了 那就變了個門就打開了 就是不是宗教來的 是一個人類的生活的指南 就是佛祖告訴你 現在這個地球呢 那盆棋是怎麼走法的 就是你知道怎麼走法 你就舒服一些咯 一直發展到今時今日 一路呢 就擴大了一些活動 那我就在世界做很多工作 最後期呢 學會呢 除了保持一個禮拜 開一次活動集會之後呢 現在就我們每個禮拜 開一次節目 以前就在九龍堂心一實 每個禮拜一次聚會 之後呢 就變了領事館 回歸前呢 就做了領事館 1992年 變了領事館 但是照補償一些聚會 但是很偶然之間呢 就發覺自己在醫術上呢 除了是跟過印度的師傅學 但是學得很皮毛而已 但是真是誠心做功課呢 是多了很多在醫學上的靈感的 特別我醫那個斯蘭卡那個民選皇帝 他說這隻手痛 那時候蘭卡那個皇帝說 咦我你的手怎麼遞得不好 他的手痛啊 我幫你整幾下 其實是一個是善醫來的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經常被人凸筆的嘛 被人凸筆的嘛 就知道怎樣拘捕的嘛 但是呢 就放了一個奏術在那裡 我跟他做的時候呢 就念了我自己平時做功課的奏 咦 那十幾分鐘 他一動 咦 咦 好了啊 哇 好正啊 不如我們做兄弟 那他就引起了 咦 咦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功夫呢 那之後呢 就繼續追求那個衣術上 發展到今時今日 能夠令到在國內的朋友都 他講得很真誠 我剛才說 學校的知識 不可以沒有的 但是什麼才叫做正確的教育呢 不可以沒有 但是好像他所說 好像沒有什麼用的 這樣啊 這個最大的矛盾了 就是說現在 不要說說國內 就算在香港 好像V王我們那些 那就是 他在香港 都出來 你想回你讀書 和Peter仔 你在小學 中學 大學學的東西 現在你在 現在你做的工作 你有多少用到出來 在學讀的東西 用了多少 你告訴我 用不到 好像 是不是 那你懂得那些知識 用不到的 你 你讀了整二十年 書 成大堆東西 現在到你出來 打一份工作 做工作 你用不到十分一 真的用不到 很多東西 就算你去計數 你學過那些數 現在除非你做另一個專業 但是有很多你學了數 你用不到 用不到 是不是 真的用不到 那用不到 但是他最矛盾的是哪些東西呢 介紹你認識自己的教育 現在沒有的 即是幾歲的時候就教你 人體構造是怎樣 你的心理構造是怎樣 人體這個心理有什麼缺陷 有什麼隱蔽的障礙 譬如我們佛學講 人與生俱來 帶來貪真癡的 這個是天性有的 人沒有貪就不是人來的 你如果有貪才來 沒有教這些東西的 既然間大家人都有貪性 有貪念 那一撞頭 大家鬥貪的話 就好像動物那樣鬥搶東西 是自不宜的 所以你不能怪別人說 人家搶贏你們就生氣 那不是很正確的 因為他那個人都是這樣 只不過分有多些少些的 那個貪念 就是有輕重的 你要介紹他這個學識 原來人性本身是隱藏了一些什麼習慣性 那你知道這個第一步沒有選 那個第二步你知道之後 又遇到有對手來到你身邊了 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了 又不是你選的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會去了這個組合 你選不到的時間 你不能逃避的 你很不喜歡 你都跟你兄弟姊妹一起成長 又沒有教你和這些你以為不喜歡的人 怎樣相處 所以如果有些人 一出生怨真會苦 那些就很慘 就是由小孩到他成長 是天天都不開心的 他變成有佛學裡面的怨真會苦 就是你不喜歡的人呢 就跟你擺一堆 是吧 或者你走去抽一間公屋 或者買一間居屋 抽中了隔壁的陷阱 你就吵架巴閉 天天出來吵架 你搬不到的 不是你選過那個時候的世界 好了 你又沒有教你 遇到這些問題 怎麼可以解決 到你出來在學校好 同學好 坐在你隔壁桌 或者前後那個 又是睹眼睹鼻的 那你天天回到學 又是不開心的 但又不是你選的 好 到你出來社會工作 上班寫字樓 那你的上司 或者下屬 或者同事 一定有些睹眼口鼻的 那又不是你選的 那原來這些不開心的 就天天都會發生在你身邊的 你不是一個因嘛 那這個天天發生在身邊 其實那些問題這麼多 為什麼學校都沒有教別人去解決呢 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做人的學問是沒有教的 現在就是社會的學校的教育失敗 但是很奇怪 我在九二年 在哥碧大沙漠 開那個財軍會議 世界和平的財軍會議 聯合國文教組織的一個組長 是英國人來的 我就說 因為佛陀不是佛教來的 是文化來的 他是什麼 我是呀 你回去看呀 他回家 我知道他搞了 現在所謂應該 在十幾年前 將我們佛學的課本 列為了是考試的其中一個方法 你那個選科來讀他的 是會考呀 中學會考呀 是計分的 所以英國人改得很快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這個是人類的學問來的 不是一個宗教信仰 不是宗教信仰 學問來的 你信仰不解決問題的 信仰你只有一個信字 你信仰不解決問題的 仍然在這裏 所以在正式的佛學 沒有這個信的字存在的 所以我經常叫些人說 聽些人說信佛 信佛 信什麼信物 他們走不走 基本上是錯了的 走錯方向 不是 那個思路上錯了 佛祖母的人相信 釋迦牟尼只不過說 他是一個過來人 他看通了這個人生的奇局 這個奇局的開始 和一個奇局的結局 整個過程呢 告訴你你怎麼運作 你就會有什麼 警戒出現給你的了 你怎麼做 就會有什麼結果的 整套佛學呢 是宇宙的學問 這個宇宙學問呢 最大的力呢 存在的 有感應的 實際存在的 科學家都承認的 就是那個因果運作的力 有了這個因果運作之力 然後在那個因果運作的過程的變化呢 那個屬於因果鏈的功能了 那裡就微細了 就是整個宇宙都有一種因果的力 推動去運作的 那你因果的力呢 就來自你自己的行為了 它就無端端有一種力在那裡 是你的行為引起了 那個反射呢 流低 那它這種力呢 就流低在那裡 一遇到有條件 有不同的環境 和你那種力呢 在感應呢 它就變了不同的事情啊 現象啊出來 是你自己收回來的 那整個宇宙都有這種因果來的 在這個世界運作 什麼時候做什麼 什麼時候不做什麼 站在哪個位置 什麼時候不做得 就算你去金融市場也是的嘛 什麼時候要賣 什麼時候要賣 你一看錯了 想錯了 就糟糕了嘛 其實就這麼簡單啊 但是簡單呢 就是最深厚的世界的學問 因為你看不到嘛 又不知道怎麼入手計這筆數嘛 你看那個旗稿很簡單的 你放在油麻地旺角 現在街邊有些棋局放在那裡的 現在都不便宜的 有些一百元盤的 現在 如果你真聰明的 你走過去都可以捉贏那幫傢伙 當然容易捉贏它啦 因為它有些都捉平手的 有些捉樣相馬的 有高手在那裡的 你看得通的 你都厲害的嘛 所以就覺得這個學問呢 是人的學問來的 既然間是人的學問 我們根據布達講的人的本能 就說 人類呢 是有能力或者有義務 要將那個文化呢 知識呢 傳承給下一代的 因為我們都靠上一代的 學問知識來成長嘛 所以有責任呢 又要將這些知識學問呢 是交給下一代的 是人可以做到的 但是生命呢 對於動物呢 做不到的 其他動物做不到那個文化 傳承和發展的 如果其他動物可以做到那個文化 知識傳承發展呢 人呢 就沒有位置的了喔 你說如果老鼠 你會吸引那些火去點穿些東西 那你根本來都不慘了 是不是 你不用睡了 如果那些動物有人的思想 你說那個智慧 你真的不用睡了 是不是 是狼有一點點 狼啊 狼去捕捉那些動物呢 它們是有人的部署的 很奇怪的天生啊 但是你再進一步呢 就危險了 那我們既然每個人呢 都有這個雲力要做的 也都是上天比利的功能呢 你要將那個發展的事物 和傳承事物的功能的知識 給下一代是人要做的 那我們就根據 就是你不要浪費人的功能嘛 就是個個人都要有的嘛 也都個個人需要做 那現在我們呢 就在做這個工作 可另外人呢 又有分析是非能力喔 就是 你現在你不明白啦 但是你對一件事你不明白 但是你只要經過學習 經過去請教人去研究呢 你是可以令到你這個分辨是非的能力呢 是很強的 還有又懂得能夠分辨是非是惡的能力喔 都沒有的 好啊 如果你的人說 我不知道喔 不知道而已 你不可以說沒有罪大了 就是你沒有去分析嘛 就是你沒有去分析嘛 還有人呢 又有那個創造的功能啊 創造了事物的功能 創造了事物的功能 創造了 如果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呢 就是說根據 這個是人民的科學 去做目前我們的工作 但是這個工作呢 就是社會呢 普通人多嘛 如果我們將他們的學問 它一變變了 好像黑戒爾他們的大自我家 在我講堂裡講 或者在學府裡講 那你就變成了象牙塔的人物囉 這個就不是我的理想來的 我的理想當年就是看到無名事 這個大作者 一個這樣的心靈的說話 受了他啟蒙 我就找到這套方法 所有推廣這個佛學的文化 但是呢 因為基於在世界上呢 那個宗教是帶來了這麼多污染的話呢 就不用這個宗教的字眼的招牌 那當一種人類的生活的學問呢 那做工作做到現在了 就是一個文化的工作 那做得都叫做 有少少成績啦 特別在國內 因為國內他們 比較能夠接受到的理由呢 就很多人不是很清楚的 大家可以上網看回馬克思和恩格斯 對佛學的看法 他們很多理論 其實他恩格斯和馬克斯都是跟黑格爾學的 黑格爾是他們的老師 黑格爾這個大哲學家 德國大哲學家 還有整班德國佬呢 我覺得呢 現在的世界很奇怪 他拿了佛學的 在那個理性學問的部分去演繹的 全部在我們原始佛學的經典內的一切有報呢 是有了的 就是說 今時今日佛學家說的話 我們有了 就算相對於我們都千多年前 那些毛絕世親都講了 但是他們很聰明 等於現在 除了拿了佛學 他用了不同的文字去演繹啦 就算他們 歐洲的人 拿了我們古印度的FIDA的衣術 他就拿出來 又弄了不同的名詞去演繹啦 演繹了出來 其他人就變成了自然療法 用的法學用得最好的就是法國 法國和德國用得最好的 其實恩格斯、馬克斯都在用的 他用的一切有報 但是很多人就誤會了 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 或者世界共產黨 他們究竟明白不明白 馬克斯那個無神論 是究竟正式的動機是什麼 為什麼今天要講這個無神論小小呢 就是攝陪一會兒 朝鮮這個事件來的 比較深奧 關這個無神論小呢 關關關 因為中國那套馬克斯理論 是由日文翻譯過來的 由日本仔那套馬克斯翻譯過來的 那日本仔那套馬克斯呢 就由俄羅斯那套拿過來翻譯過來 但是他日本仔不知道 俄羅斯用馬克斯那套東西呢 他們譯過來 是俄羅斯用的時間呢 就沒有譯到馬克斯人民主義那部分 就放了蘇聯那套觀念下去的 很嚴重的 那裡 譯時沒有譯了 馬克斯的 在整個理論呢 有一部分呢 是講人民主義的 就是人民文化的 但是俄羅斯 當年翻譯這個馬斯的時間呢 沒有譯這部分 就放了俄羅斯 蘇聯人的切學 那個人民的觀念呢 是放在那裡 那部分 那日本仔再譯了 那他放在那裡 變了什麼呢 就變了 將俄羅斯那種民族本性 那種價值觀呢 是最懷疑人的 全世界最懷疑人 不信人呢 就是俄羅斯人 所以大家看回歷史呢 史太林呢 就是個個都殺的嘛 史太林啊 他那個人很強烈的 俄羅斯人不信人 左手不信右手 將他的懷疑文化呢 擺了下去馬斯 那格仔譯了 譯了之後呢 就中國在日本 由五四運動的時候 開始很多人日本留學的嘛 就算那個 很多人是日本留學的 拿了日本這個馬斯過來呢 那個理論呢 就譯了是中國的部分 所以共產黨 現在中國共產黨 當年用一套呢 是不完整的 好啊 那它最大不同呢 就其實打了那場仗 沒有冤枉的 他馬斯講過無神量 很多人就說 共產黨沒有神的 不信神的 下午搞錯的 馬斯的謀神量主義呢 沒有否定那個神在那裡的 沒有否定的啊 他只不過說被那些人搞到說 當是沒有了那個神的存在呢 因為他認為 神呢 人呢 人是超過神的 所以不需要有神 你把神在那裡 他幫不了你嘛 你生氣這傢伙 他都幫不了你嘛 你每一打 那麼一脫 人呢 就是做到的 所以他這個唯物辯證法呢 是很厲害的 他事實是的 那麼那個人呢 是超過神的 既然人超過神的時間呢 就不需要神啦 就是推翻了 用神的力量去 幫你去生存 就沒有話 沒有神 只不過他不夠力的 你人是超過他的 所以不需要信神 他沒有否定了說 就是有神在那裡 他的無神量就是這樣 但是佛學的無神量呢 又不同馬斯 佛學的無神量呢 就沒有那麼偏激了 只受了大宇宙 有這種不知名的力量 是人類看不到的 但是這種的生命 在六道空間 有這種不同的生命存在 但是這種生命呢 它不同的形態存在呢 因為它是原起的法則 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 它始終呢 會停留不到的 始終都會消逝的 就像神仙 它都有個局限給它 就是另外那些高級生命 它都有個局限給它的 所以它這種法案 無神量 又是徹底 無神量的 只不過它有存在一個時間 但是它徹底 它都沒有了 所以在這方面呢 就很多人都混亂了 那現在我在國內的工作呢 是做得不錯的 到後期大家都知道了 再跟著 我拿回古印度的醫學 和古印度的大餘的智慧學問 他們拍了這麼多好電影 選了出來 做了印度電影卡 有很多人看了 那個Cock Cinema 那路一路呢 就令到很多人都 對那個宇宙人生的關係 比較認識了 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 和那個世界 用那個什麼角度去相處呢 既然間我控制不了 我的出身的環境地方 又來到這個空間了 那我怎麼和附近的人相處呢 那你明白多了 你就生活舒服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做工作的目的 還有最近這幾年呢 就更加特別 看到世界的醫療系統呢 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破壞 有些惡霸的實力呢 在操控著的 那就是把自己的三腳媽功夫 拿出來教一些人 如何做保健 如何減少病痛 又如何不使自己的心靈污染 或者精神污染 那能夠做多少 但是香港的醫療改革 要怎樣有什麼條件呢 自私不做 那幫人做到的 香港那幫醫生自私 現在你說不夠醫生 他叫給他引証的醫生進來 他都特意做些框卡卡 他的醫學會 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者 那你香港政府就無能 中央政府又不給指引香港做 你擴大了中醫的系統 多些門市啊 多些屋邨的地方政府啊 指定給他們 免費給人做診所做性 那你就減輕了社會壓力 很多慈善體想做的 你有地方給他而已 就算你那個洛杉堂 現在都在做的 很多中醫流動車的 好了 此其一 此其二 西一點呢 就更加簡單了 你經常說中港台 港澳同胞 全部自己人一家親的 那為什麼你中央政府 大陸政府 不給指引香港政府 凡是台灣的醫生 可以來香港執業呢 凡是台灣醫生 就可以來香港的醫院上工呢 聘請台灣那些西醫 不錯的嘛 台灣醫生大家在亞洲文名啊 為什麼不做呢 你香港政府 中央政府為什麼你不做呢 唯一在國內來的 國內都未必救醫生啊 但是如果國內有些醫生 他是有心的 再經過一個 台灣反衛不用經考試 我們相信台灣的制度 但是如果中國大陸來的西醫呢 經過考試 都可以來香港接受聘請的醫院做 但是我就贊成用台灣醫生好些 因為國內現在他們做醫生 好世界嘛 好世界的台灣 又好世界的香港嘛 他就放你在桌子上慢慢掩你嘛 所以就算你叫大陸的醫生來 他未必來的 未必來的啊 還有現在中央領導人 看不到好的醫生的 好的醫生去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看不到 因為如果你說中央政府的高層領導 想找那個名醫 那個名醫去到特別 特地醫你不了的 因為整痛你了 是啊 他怕著你 醫好你呢 你留在中南海 一個月只有幾千萬 你不要搞啊 大佬 所以中央領導人是很嚴重的 是受不了厲害的醫生的醫術的 這個是很畸形的 是他們的大部長跟我講的 你明白的 郭先生我們很嚴重的 那些厲害的醫生呢 不會來 不肯 不肯來 來呢 都特地醫你不好 醫好呢 就被你抓住留下 不給 住在中南海嘛 不肯讓你出去嘛 很囂張啊 是啊 很嚴重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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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今天了 在中國歷朝都是這樣的 特別是明朝 這個醫生 不肯去做太醫的 屌你 會死人的 醫兩彎了 王妃屌你 是豬三族的 大佬 沒有人搞的 死幾多醫生 那時候在明朝 入你掃嘛 醫死人 所以這個世間的悲劇 好 今天的節目呢 就比較 很熱鬧啦 說出來 大家全世界都看到的 今天我的主題 是朝鮮金成功聯俄靠美 棄中 這個主題呢 就很精簡的 就是朝鮮金仔 串連俄國 依靠美國 放棄中國 一個很大題目 很簡單講 一會兒 因為攝拌很深遠的歷史 差不多整七十年 美國朝鮮的鬥爭 整七十年 如果在幾個月前 說有這個局面出面 沒有人相信 國國都說打仗 國國都說打仗 就是幾個月前 你說有這個局面出現 真是老陳 如果英國就在倫敦 開個盤 有幾個月前 富貴一個 殺很多錢 你們賭 信不信 蘇珍和肥仔 握手 有辦法談 世界彰言巨變 不出奇 要講一些緣起 在佛學來講緣起 由第四世大勝之後 不是南北韓他們想打仗 所以等於越南人 他們南越北越 在民間 不是這麼大仇恨 不是這麼大仇恨 是你們那些共產黨搞出來打仗 南北朝鮮都是 南北韓都是 人民沒有想打仗 那些人家 你是扮蘇聯 他是扮美國 他那個政權 東西方的政治 是引起他們的鬥爭的 引起鬥爭 就被迫了一堆 但是不關人民的事 為什麼我沒有叫你去打仗 他又不是民選總統 他又拿了權力在手 叫了共產黨 那麽史太林就打仗 他自己北朝鮮 起兵先的嘛 起兵先打下去南韓先的嘛 北韓 跟著史太林就退太嘛 就怎樣 毛澤東出兵嘛 毛澤東洗濕過頭嘛 怎麼說借飛機給毛澤東 毛澤東說 是做什麼 做什麼 但我九五零年 我哪裏讀到 這麼多機師 做什麼 我做什麼 所以蘇聯ер體 就聚了 就好笑 俄羅斯不是這樣可靠 這一波大家看看 為什麼我去聯俄呢 金仔 就是說 昨天 星期四 就是北朝鮮的最高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 要去見普京 就是你一搞完呢 他還沒搞之前 還沒見Donald Trump那個會面 是外交部長下了北朝鮮的 就是整件事是談了辦法的 美國和俄羅斯人 我們作評論員 看過世界奇局 你想想Donald Trump一上場 和普京閉門聊了幾個小時 記得嗎? 川普和普京 聊什麼你們不知道 所以到了上個月 他們美國、法國、英國去炸敘利亞 特意沒有炸俄羅斯的區域 看著俄羅斯的區域他們沒有炸的 特意不肯炸的 炸完之後大家近日續賣好很多軍火 逗賣了 美國法國佬和英國佬沒有去執書 怎麼把舊的工具射過去 又收水 好了 再有一件事 令我們看得比較清晰 就是美國人在烏茲皮克 做一個軍事基地 俄羅斯沒有出聲 好了 到俄羅斯在越南 開採石油 又建立一個核子的動力中心 有一個軍事基地 美國人就沒有出聲 變成了美國人和肥仔 搞這件事 俄羅斯沒有說過話 是大家操盤的 歐洲世界又沒有說話 就看它成功的 就是歐洲世界所有國家 看這個朝鮮和美國佬是談得到的 好了 但大家再看畫面 看到北朝鮮金仔 它很委屈講 我們經過很多被人蒙蔽的事情 不清不楚 阻礙了 才前進不了 今天走到這一步是不容易的 就是有人壓著它 不要跟美國佬交手 這樣 我相信在俄羅斯未解體之前 壓著的人 一會兒有蘇聯和中國 到俄羅斯到普京上場 跟著普京 就推了那些列寧 史太林的帳 公開宣佈馬克思那些東西 壓著北朝鮮的人 就是中國大陸 俄羅斯已經沒有份了 不會壓制他們 因為自己是民主國家 蘇聯 做了俄羅斯 解體了 你們大家民主 從那時候世界上都沒有這麼反感 到中國共產黨幾年前籌備 是年年出來說 堅持馬列主義 跟著幾年前 開始做過馬克思的帳 送給德國 不是今年做的 之前要做是宣佈了的 好了 跟著共產黨在大陸 經濟又慢慢的聲音 好像真的一樣 全世界有一種潛意識 包括歐洲世界 亞洲的國家 曾經受過共產黨毒害的國家 現在開始反感 因為中國共產黨出來那幫人說話 所以外交部、海事部這幫人 包括領導人 不是習大大的事 是胡錦濤之前江澤民那些 他們沒有想到 世界有個潮流的 所有共產國家一路一路一路沒有了 堅持說共產主義只有古巴 北朝鮮 越南都不是 還有中國共產黨只有三幾個 好了 你還在這耀武揚威 說你們走的路線正確 如果你再龐大的話 就等於說你那個馬列主義 現在共產主義是成功的 成功的 今晚就講到這個主題 幸好有人想到這個樣子 就令到給世界看到 現在你要沒有揚威 好像真的一樣 真的好像其他國家都不能碰 是你碰 那麼多人口 又好像很厲害之類的 又增長又是甚麼強國 那你還在這裏 是說你堅持的路線正確 堅持的自信正確 堅持的馬列主義是正確 那就是我們所有西方世界 所有自由世界的全部都不能正確 正確 最能正確就是馬列共產 是不是 最能威的就是你 代表你走的路線正確 其實這個就是路線之爭 所以共產黨就很狠狠 其實你自己都沒有用馬克思那套東西 都不是共產主義 你胡說你胡說你胡說 所以我怎麼經常罵外交部他們那幫人 你不是用馬克思那套嗎 你真的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就不會這麼多貪官污吏 就不會有幾十億身奸實在家裡 如果共產的話 你完全不是用共產主義 你簡直是 比資本主義還壞的資本主義 那你打個招牌 那有些不知道的人 以為你真是那個共產主義 這麼厲害 那你再繼續再發展出來 你又走出去搞一帶路 就是當你宣傳共產主義 因為你將那些孔子學院 全部就是 不是說宣傳孔子文化 在世界做幾百家孔子學院 就是宣傳你共產黨的思想 但是你用的手法 就不是共產思想來的 所以全世界反感 每個落後國家 亞洲國家 非洲都是 表面就歡迎你一帶一路 先把你投其錢 因為他投一批來講數 要搞貪污 要賄賂 要收了錢 到你成功簽了錢 回來開檔 就要換錢進來搞一輪 搞得完他就反轉你桌 算肯數 所以為什麽單單都閃你呢 連來拍攝都閃你去中國共產黨呢 那你這個幹部 整隊人出去的國家 去搞一帶一路 你不可以無功而回的嘛 你說搞不得回去就糟了 升不得到卡 升不得到聖 就糟了什麽責棍的嘛 交代不了嘛 完成不了任務嘛 用盡所有的骯髒手法了 周圍埋堆了 賄賂了 落國家賄賂就很容易而已 變成連肥仔瓶都用了 用到沒有人可用 要用到何之瓶 完成個任務 點到別人的總統啊 總理啊 簽完份意向書呢 給很多好處的人 貸款賣給人家做 那跟著找一些報紙吹水 那簽了成功了 我們去到合作了 那你就花了一大筆錢 黑錢 剛剛花了黑錢 在落下國家 那有權力的那些 落下國家的老闆就收到你錢了 是實在有人給你吸引到的 就去馬來西亞 那吉他之前 總理就收那麼多錢了 那回去可以報數了嘛 跟著就請一對人下去開工了嘛 就行了 誰不知呢 反彈 用你那幫錢的人呢 就走了 別人上場 那就全部都停了你了 知道嗎 那好了 你中國出去的那幫官 又移了位了 關人家事 四個大志 那現在中國就混混混 那習近平在做夢 真的 所以他說發中國夢 他真是沒有人錯了 他在做夢 習先生就是 就是被人擺了上桌都不知道 當真他走去談了這麼多事情 很順利回來 最近就已經開過上海合作 組合會議 拿三百億出來 只有幾個國家和你簽了一群合同 是低息貸款好或者不肯洗碗好 就當作合作搞事 跟著這個王毅大媽 那個五家產 大聲大聲非常成功 承你了 沒有了 你什麼都沒有做出來 你真的派錢而已 派錢更成功的 好啊 就去印尼 根據他們那些傳媒報道 放870億美金 弄什麼弄什麼 五個大島選了最壞那個 的島來做的 我不是貼了上去的那些資料 你說撲不撲街啊 最弄弱的島 五個大島在印尼 最弄壞的島 他選了那個 沒有人去 沒有人勝 做事做不到的 你說中國共產黨 習先生 習近平 你究竟知還是不知 我們身為中國人 有責問質詢你啊 大佬 是李習近平自己宣佈的 人民有監察政府 和監察黨幹部的權力 有一個就問你們 你知道嗎 還是不認知 只是講一講而已 你們公佈870億美金 五千多億 八千億 八千億港幣 你怎麼這麼說笑 擺到人民 你搞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做不到 你碰碰你那間 你現在 習先生呢 他們最近呢 就要大清黨運動 和張鄉 在我們收到資訊 就說現在 鄉在外國投資 全部要call回來了 因為過兩個村桂桶 就算你講香港 特地搞這樣的佔中三子行為 是不是你共產黨 給錢這三條盲目做呢 為什麼你不肯拉這個佔中三子呢 有法律在這裡嘛 為什麼你香港大學 還用這個戴耀廷呢 你明明知道 搞那個社會 是他搞私奔嘛 是不是你共產黨 有人製造這三個人出來 去搞這些佔中運動 煽動學生 好多錢的喔 幾隊人下來 說有人在佔中的時候 中國那些什麼情治單位 你知道啦 又軍方情治單位 又什麼統戰部情治單位 又國務院下面情治單位 又什麼中國什麼 研究什麼什麼 又僑版情治單位 屌你有沒有出齊 幾隊人 住在香港的五星級 六星級酒店 特別在金鐘道的時候聚會 他說那裡方便嘛 容易夾友啊 幾千塊一間套房啊 大佬 大魚大肉 習先生 你開花園看看 在香港佔中期間 你幾多幹部來香港 在那段期間 支撐了幾多個家錢 麻煩你給這條數出來 給中國人民看一下 哪個拿了幾個錢出來香港做事 沒有賓館租嗎 灣仔沒有那些便宜的賓館 你是不是要住鄉隔離拉 是不是 你說這社會是否仆街 是否仆街 支了幾多維穩費 所以梁振英 所以梁振英這個 是否仆街要拿去打打的嘛 所以他們這些年輕人 真的很可憐的 真的很可憐 所以這個背景呢 就說因為他是基因的最大理由 共產黨因為他的成功 表面那個經濟成功 而被人家以 他就當自己 吹水 就是他走的馬克思 共產主義路線成功 將這個信號呢 帶領了給國際社會 整個國際社會呢 是反彈的 是反彈的 如果再給你進來 全世界去侵入的話呢 就是說你是那個共產主義呢 就告訴人家你是成功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歡迎你的 所以他現在由東海參一帶頭 連俄羅斯佬都要這樣查你 你搞得到整個福布斯的封面 要將你習大大 擺在普京的情面嘛 你說幾個傻子呢 你真是當你自己行啊 大哥 還不勾你一棍嗎 今時今日 當然美國佬想勾你一棍是很久的 你不勾做錯事就沒事了 你一棍的低級幹部 沒有水平的幹部 不是政大光明的跟人合作嘛 找個人笨蛋 偷個人東西嘛 但他不想知道 美國的歷來很陰濕的嘛 美國猶太老 明知道你來偷東西的嘛 故意被你偷啊 小朋友 不故意偷啊 你一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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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的 吵你了 特地被你做高層的 裝糕你的 為什麽猶太佬那些大機構幾個聰明啊 你以為你真是很厲害 你就這樣低級幹部 人家擺在那裡裝糕你的 我說你偷得這麽引擎 又明知道你左偷右偷呢 你才可以投資嘛 你就賺到錢嘛 那你就深紅咯 有聯想 有華為 有小米 有中興這些出來咯 如果一開頭 吐這一棍你不會死的 你縮回你的手嘛 怎會死呢 不肯出聲 讓你弄大鑊些 那現在夠鐘了 他一按我電腦 你現在動它呢 是時候了 那還沒動你華為 先動你中興先 我原來靚啊 我當堂跪低 由侵哥帶頭 你當堂跪低 跟著人家以前 你肥仔金那些人家是默使的嘛 俄羅斯有默令給他的嘛 因為你共產黨做了大哥了嘛 將你習大大擺在我普京前面嘛 你趙說金仔不用我嘛 就你去咯 所以他初初不忍出聲 我剛才看你搞的 你這麼厲害嘛 你就搞 搞兩搞 原本由那個六方會談變成了 現在兩方呢 南韓都沒有忍了忍的 這個會談 其實關美國的忍事嗎 是不是 就是南韓都沒有討論的 是美國人和北朝鮮討論的 是不是很古怪啊 是不是 對不對 如果正式來說就是南北朝鮮討論的 會不會正式 不是 就是全世界反感的 那俄羅斯和美國呢 是一種很深層的桌底交易 所以是種種金仔呢 萬美國老婆 那萬美國老婆 和俄羅斯有什麼好處呢 現在最好 多好處呢 就是俄羅斯了 現在 在這兩個星期 嘩 中國慢慢聲 為那些中興事件 為那些科技事件 就全部呢 投靠和俄羅斯合作 很多東西要搞了 我老婆就扮關人家的事 他目的都是賺利益 你來賺我嘛 借到幾百億美金 合作都是你中國給錢 全部啊 俄羅斯厲害 我早就講了 大家都聽過了 我說你 他擺那個奇術呢 在那個世界上呢 你們不夠去玩的 他完全都不出聲的嘛 這個美朝鮮會 有給你共產黨 跟他金仔聊 有給你美國老婆去搞 但是他坐在那裡 逼得你近身 現在你中國 自己要靠俄羅斯了 才得到達爾摩 什麼都不行 所以俄羅斯很厲害 他給你金仔 叫你跟美國老婆去携手 好 究竟 肥仔金和 Donald Trump 躲在那裡聊了 那三十幾分鐘 說什麼呢 兩條人 為什麼出來好像兩兄弟 那樣兩兒爺爺這樣 你們說了什麼 你猜不猜到 你猜不猜一下 看政治 是這個江湖佬 才有這個功夫 但是那些總統不能碰的 現在他這檔事呢 搞完之後呢 所有的什麼 那些哈佛大學 史丹佛大學 政治系教授 是不是什麼顧問 什麼理論專家 全部撲你一塊 但是不需要講規矩的 不需要講那個 交程序 有什麼都不需要的 就是幫會大佬 拍肩膊 四四六六 拆掉他 分水啦 肥仔 你這樣撩你了 我召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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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套東西 而言 直接就是這套東西的遊戲 來的 哈 是不是 他生在熬門 你知道他講什麼 大貓 我說有人不報夢 告訴我聽的 真的有人不報夢 肥仔 你跟那個大佬 都叫你跟我合作 俄羅斯 對不對 俄羅斯 你大佬 不叫你合作 你都不會跟我見面 今天第一句 他講給你 直接說一句 對嗎 對嗎 阻擋著你不發達 那個呢 就是中國共產黨 巴掌家產 當你酒樓 點心仔 捧來捧去 是不是 那小子 我一定照你 你喜歡怎樣保證安全 有機會呢 我還搞了 南韓呢 統一之後呢 你做第一任總統 南北朝鮮統一之後 為什麼我美國都最厲害的 菲律賓有個版本給你看 我喜歡哪個做總統 哪個做總統 你信不信我能力先 我們先給你一些貨 現在你就做富商 我離開賭場 買地 你家裡有份的 然後當特朗普說 裡面當然會買地皮 他自己帶頭 他自己帶頭 他們將來 如果總統再打仗 關人家人虧 他賺了一大堆錢 你想想他又會上場 那麼中國做總統 現在加了百千點 他的股市 我的股市 内已為了祝福 他比起百千點 就到了一經 對他 120万亿美金,当时做总统之后, 美国人很容易实, 所以这个江湖人, 真是有料的, 他直接看不见了, 年轻,你跟大佬, 你怎么跟到人吃番薯, 你怎么吃番薯, 勞民伤财,你跟我吧, 你搬到小时,你炸工具, 我禁止给你几个盒子弹, 你放在俄罗斯那边可以, 你有空拿过来,我给你, 不用俄罗给你, 你怎么还可以啊,美国人, 你烧了你炸的东西, 我给你新东西, 给你盒子弹,你还可以, 跟着呢,我帮你手, 搞南北韩统恩, 你做第一任总统好不好, 弟弟, 多开心,肥子弹你, 年轻,你给个户口, 瑞士户口你拿来, 先打一百亿美金到你户口, 你不用怕了, 按一百亿美金给你, 你签名就可以了, 私人, 想你一百亿美金, 在你瑞士户口, 一百亿美金, 多开心肥子, 你不用怕了, 你不用怕了, 不是找口说, 我先给你一百亿美金, 握手, 跟着我又给钱入来买地, 两兄弟拍摁当银食, 那些海滩这么漂亮, 做度假区最好, 很漂亮, 很容易搞的, 你那一档不用怕, 你烧了, 你说核子弹, 你不用怕, 我派人给你一百亿, 我给你一百亿, 你才烧, 你那一堆是够的, 我教你怎么把那一堆东西, 你不稳定, 教你把那一堆东西, 你不稳定, 你不稳定, 有一个很大的隧道, 你将它放在俄罗斯线那边, 你那一堆旧的搬出来, 我美国那一堆新东西, 你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那些人照验就验不稳定, 在境内没有嘛, 什么样子这么做, 你这些人, 当我真的不是怎样的, 但我们报梦, 你一收回来就这么说的, 不是怎样的, 这些佛事会不会落实的呢? 当然落实啦, 因为我给了一堆东西你, 他有能力做到的, 那美国佬, 俄罗斯都不愿意知道的嘛, 我运一堆器材进来, 就说给你检查有没有核子弹, 实际我一堆器材就有核子弹在里, 搬起来给你, 就拿你那堆东西出来, 公开烧了它, 你多稳定啊, 是不是呀? 美国佬是这样教你钱, 怎样我们那时在泰国蹲在那, 怎样我这里讲财军, 几个国家聊天, 怎样谈谈财军, 搞笑些什么, 世界和平开会, 怎样他在旁边, 有几张桌在那交收军火, 交钱, 后来我吊财他, 叫他老板, 我吊你, 吊你, 你吊他, 吊你, 你去另一间酒店, 不加烧我这里开会, 没你去卖军火, 真是仆街来的, 很假的世界, 你不要当责, 全部都是稳稳的, 那我们这些江湖佬呢, 教教金仔稳稳稳, 就很精神的, 我不是点你, 几个人好听, 稳稳稳, 我以前回中国, 又是教教共产党稳稳, 真的, 有一群老人家, 那时候, 在奥林多年, 他说成三十年前, 在北京, 吃晚饭, 那时候他刚刚初改革开放, 说那些银行不准进来, 油站不准进来的嘛, 他们想不想明白嘛, 几个人都没有理由, 他进来开分行啊, 那些银行, 那些油站, 他不准的, 我说, 你一定要付的, 你一定要付的, 我们付呢, 人家虧本的, 和那些老人家讲的, 老江部啊, 那些十大元老之一那些, 他虧本? 不准的, 不准的, 搞吹水的嘛, 那些股票要升的嘛, 第一, 第二, 北京你的首都机场一来, 那些游客第一站一来, 你沿途见不到那些外国油站呢, 那你哪有改革开放呢? 我们要摆一道门, 搞美国都很笨拆, 找到笨拆吗? 我找到的, 有笨拆找的, 一有笨拆就精神的, 最好听你三个字, 你讲整晚都不精神, 你共产党, 一讲都说, 有笨拆找的, 精神的, 那些银行那些, 你不就被他们一变开, 那些金龙街, 在北京吵你, 是吗? 给一些欢迎外资銀行进来的, 记不懂? 肥仔金一游这一套东西, 所以当时是精神的, 那小子, 有笨拆找, 找够南航老笨拆, 我给你搞一句话, 你做第一任总统, 几个精神啊, 现在他金仔回去开心的, 全世界做了强人, 有一个真是街边拍车仔, 如果在国际舞台, 北朝鲜的国家, 那个实力, 地位是不是街边拍车仔? 为何无论端端, 一灯笼门, 全世界镜头对着, 你又要借飞机给他, 又要不敢收房租, 新加坡都找了钱, 威威吃鸡, 上了全世界电视, 几个威啊, 跟世界一把手的总统一起, 你谁去威威啊? 你很厉害啊, 金仔, 我都不用蹲下啊, 肥仔, 要你这么美, 你不得定, 你现在倒转头, 中国就面目没有饿, 哈哈, 他当了川普不备, 又死了嘛, 他真是要借私横文, 他才能挡到, 他所有的政治理论, 什么都不合适, 他当这一盆生意来的, 他直接当政治生意来的, 大家讲利益的, 讲利益的, 大家有好处, 那就快了, 看不见生, 所以现在他这一次的聚会呢, 会影响了将来国际上的谈判的作风, 但是, 以前我们在江湖上也是的, 在前面那些, 那些就, 摆不住了, 摆不住了, 你找到一个中间人, 会讲话的, 那就解决了, 其实一样, 万变不明, 但是我东东真是很厉害的人, 他是,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很危险的, 他不够, 心谋怨泪, 他没有禁的, 那些家人, 还要被那些家人出面, 将来他死在那里, 树大招风, 你回到北京之后, 批准了那些牌子给你的女儿, 那些不行的嘛, 你让我代理人嘛, 没什么肉酸啊, 对不对啊, 你回中国, 见完习近平, 你当了川普, 跟着你女儿那些, 那些拉审全部批了, 那你那些国会其他人就反弹了, 那些拉审全部批了那些位子呢, 你不要去cash他, 你看他现在搞你那些股票啊, 金融嘛, 喂, 我們不能去新加坡了, 那又跌了, 過两天, 你又摸他, 他又摸他了, 我們又去回了, 那你摸他, 他又摸到一匹钱, 你去哪里去玩, 就是他玩了, 在金融市场, 知道吗, 你想在金融市场, 買粽呢, 或者买書呢, 你真的要怎么呢, 要求神報夢霸給你听, 喂, 阿珍哥你明天想说什么, 想買戏的怪不得, 好, 第二个新闻, 有网友问, 中兴插了四成, 好不要入货, 或者会再跌呢, 买几股啊, 没所谓的, 就是你买三几千元, 那一定没事的, 买手, 是吧, 有些人有心, 有多东西好买啊, 的理由呢, 为什么呢, 他还没交罰款给美国, 有没有钱交都不知道, 接着他就公布了, 要跟中央政府借800亿, 那些公布, 现在大陆, 没有现金的银行, 最近在那些资讯上收到呢, 怎么喝二百多万亿人民币啊, 那些银行都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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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哪家国企店呢, 那就 Tak准了 yo 他自己的到期的态款, 合同的态款, 终兴都倒下的, 那些工具大企根换, 那我们收到的资讯呢, 说他由到现在已经走了一百成人了, 那些可疑了, 那我们都开两封当, 我们不用讲面子, 有的有人就说, 那现在中国和安东都没面子了, 那是呢, 要派些美国的民主党、 共和党, 進來做黨委書記 在那間公司那裡看著 是幫了你 人家進來幫你 幫你完善那個組織 完善那個公司制度 你不可以將那個面子問題擺在那裡 等於以前香港的公司不能碰 就求匯豐銀行 或者炸彈銀行 美國銀行 那些銀行都是的 還不了錢嘛 那你要求分歧還 那他就銀行派人進來 你落單 他就跟你收帳 跟你出糧 一樣是的 那些企業都是這樣的 如果還了債 他就全部生意保存給你 就算他以前 英王 楊壽誠 他都當成這樣 匯豐派人進去的 看著你本書 看著你怎麼做 怕你做你的生意不是在盲錢 你明白嗎 因為他去美國都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被派人進來 你一收帳的話 你在這個中國大陸裏面 你要走得到的嘛 因為你的政策要歪曲才能走得到的嘛 他不可以正常做生意的嘛 大陸 又要拿批文給錢 又要稅稅 又到處打點 又要關卡的嘛 它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來的嘛 他共產黨自己搞就搞得到的嘛 如果你鬼佬進去 下晚抓狼狀來做的 那你就不肯定了 站在那裡嘛 所以你當時遲早省的嘛 我私人意見的 而且你也接受不了他那個制度這麼正常化的嘛 你看他這些這麼大的機構下面有多少貪污啊 是吧 不如走啦 他說他不肯定做啊 沒有好處嘛 那你就請不到人了 看看那個問題 那麥先生 梁天琦被人判了六年 有沒有機會減刑呢 那思維錯了 凡是高等法院法官判 申請減刑的機會很少的 即是說 你是犯了一法啦 如果判你 咬數輕一些而已 應酬你給幾個月 你都沒有用 不知哪一個 他們在習慣性上訴的事上訴的事 他最能惡溝的 他都不明白打公司 第一 你要打有罪還是沒有罪 打完 狂擊了有罪啦 你才再爭吵那個刑期嘛 是未登錄出來 現在你那個有罪沒有罪 你都沒有人打到嘛 直接都沒有人幫人打那個官司嘛 你不信你上法庭 拿回那些大律師出來 怎樣跟他打這間公司呢 你沒有傳證人上去 傳那些無厘頭的證人 那些郊東竟有罪呢 你傳那些昨晚打指揮官 現場警官啊 九龍指揮官啊 是吧 整個騷亂是你們製造出來的嘛 不是他們 不是那些班 現在他們強行砌那些小孩有動機 有組織去策劃這個暴動嘛 那個大領網嘛 如果你一反過來 我沒有策劃到啊 我聽到人家 抓警察 我走過 或者什麼 有人不給我WhatsApp 我說你連出去都抓小販 我們覺得好 不肯合理啊 看什麼事 幫手而已啊 沒有想著說要搞暴動啊 是你那些警察處理不善 越搞就越人多 有沒有人來疏散那些人群 這樣凝聚的力量 我責不在那裡 那裡就變成了不告你暴動啊 告蘇聯啊 非法集結啊 他又沒有放在畫面上給法工看啊 一套六七大暴動 一套啊 早十幾 不是 二十幾年前 在旺角梨丁度有個的士大暴動 打爛了 根本不厚 又搶東西又成的嘛 接著呢 就還有一次 做點大鑊 航龍那次最大鑊 韓國啊 那次來香港那些 韓國仔來香港搞暴動啊 什麼啊 是啊 那次你拍了畫面上的傷人又成的 你是不是抓了一千人的 後來告了十幾個之後 都無罪釋放了 你拍了那些畫面上去 給那個法官看 就跟現在這一堆東西的畫面給他看 是要給他看的 你要製造回 拿回證據出來 因為打官要講實質證據嘛 你不要用口說的 所以律師是沒有人做過的 那法官 有以前的case 這樣長面 你這件事就這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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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這個畫面又沒有傷人又沒有性 那你怎樣判呢 那你那些年輕人又不認識 又說有公民黨撐 又李柱銘撐 你那樣怎麼撐 他說釘燉 擰你那樣撐 撐燉撐 那樣撐到然後他就真的問題 我講不 laundry 這件事就不了解 有多少多經歷 如果世界憑你一腔二血 說你想幫香港人解決民主 你不要在我面前作弊 我洗腦你幫我搞民主 我都不記得民主 有兩個人喜歡做就做不做就不肯做 下午就聽男音 聽男音就睡著睡覺 睡著睡著找女生去看一場戲 一天一天都可以這樣 是你們不肯民主 不肯自由 關我的事 你沒辦法跟我爭取什麼爭取就補我份 你小子 死小子 別說開口和香港人爭取民主 真你老母 你先爭取你自己 你有個力嗎? 有個傻力嗎? 你什麼傻東西都不認識 靠看兩本寫人書 你老母戒口號就行了嗎? 是有好世界啊 這叫做真是無人知道 你老爸老母不知道怎樣教子女的 你裝不裝 你黃之鋒 你老爸老母怎樣教子女的 做真是乞丐的嘛 你有真是資格幫我爭取東西嗎? 啊? 你憑什麼真是資格跟我爭取? 我洗腦你幫我爭取什麼? 大真是吉利津 你不要說代表香港人什麼 代表香港人什麼 我五代香港人 梁天琦都好像是大陸來的嘛 我洗腦你大陸仔來幫我爭取什麼? 我狠狗 我不懂爭取嗎? 我現在爭取什麼都幾好啊 狠仔做的 天天 你學我啊 你不要猛仔去講話 不會所謂嘛 你都不知面對那個共產黨政權怎麼去鬥爭 你又沒有了 戀塵 你那個死人濕溝民主政軍啊 你不要被那些年輕人送死啊 沒有人幫他們啊 幾年了? 你那個佔中三子 就是有一個大律師的 你什麼時候跟那些年輕人開過會 怎麼去打這單公司啊? 有沒有戴瑤婷 有沒有幫你開過會啊? 影都不見啦 那你那些陳日軍的屁股 你有沒有出過來 說跟你開會怎麼埋味處理呢? 沒有 陳汪先生有沒有出來啊? 這幫年輕人打工時 他陳汪先生出來欺騙 給計劃怎麼打這些公司 你去處理有沒有跟這幫年輕人開會啊? 怎麼打法啊? 是不是? 那你那個余若薇啊 芝劉啊 梁家傑啊 那些什麼湯家驊啊 民主大狀啊 有沒有跟你那幫年輕人開會怎麼打法啊? 他那些案子怎麼打法啊? 做過什麼事啊? 你有沒有不能玩啊 香港玩不行的 不是這樣玩啊 你都完全不能明白怎麼跟共產黨交手啊 總之你呢 什麼東西你都要爭取特別的民生 是這條線來的 政治你無論鬥 暫時不用鬥子 香港人沒有人叫你去跟我們搞政治 你先搞定民生 那你什麼共產黨呢? 你不踩到尾字呢?沒辦法啊 你明知道那些 瘋狗來的嘛 你買咬狗條尾咬齊你就應該的嘛 怎麼不咬你啊? 這個形勢也是事實來的嘛 是不是? 你不肯相信你走進去羅湖那邊 叫打倒共產黨 你咬一分鐘 仍然有效啊? 五皮東西有人咬一分鐘 在羅湖那邊呢? 大陸管轄的範圍 你咬一分鐘打倒共產黨 五皮 我即磅 不肯磅是契弟來的 你們誰咬都可以的 很容易贊的 咬一分鐘馬上就回來算不算 就回來的 沒有啊 你走那條線的嘛 過了在深圳那裡那條街線 有個警缸在那裡 走那條線 你走那邊你咬得了 你咬打共產黨 咬一分鐘而已 撿五雞的 博得過啊 你有沒有那些多餘的 有些東西不能鬥的 你在那些樂國家 你搞政治不肯值錢的人命 不是那樣搞法的 真的不是那樣搞法的 他們完全是煌靈糕的 不只是煌靈糕的 是出風頭 這些是英國佬呢 聚靈陰拾了 在那裡 搞一檔事 立法會有糧出 又有區議會制度 又有人工出 那你那些年輕人 你有沒有看到長毛之流 那些無厘頭的人 都會做得到議員的 江中耀祖的 高薪厚的 不用讀書 原來拿得到的人 投票給自己呢 就可以走進去了 走不走進去做立法會 先走進去做區議員 是不是 柴巴巴 是不是 這樣死的嘛 你看那時候那些陳偉儀 黃玉品 我整個站都做到的嘛 拿的士而已 陳偉儀都可以做的 爪點巴閉 是不是 只是罵政府都可以 不用學力 天天走去立法會 狂吊政府一輪 那麽就上了鏡子 很威風 民主救星 做了 那些年輕人 就以為 這條路呢 是好路來的 誰不知死路一條 是好路 看不到嘛 那香港未來 是不是 這條路走不通 那是不是未來要 埋建制堆才行得通 找到 才能生存 要生存 是 那個是沒有辦法的 那個委曲求存 就算你做律師做會計師 現在香港那麽多中資機構 請人做核數請人成做律師 你不肯埋建 你還不肯埋建 你還不肯埋建 中資銀行那些 旺揭生意 是不是 你可以不肯埋建 就說你自己沒有條件 好像我們不肯埋建 就不肯埋建 坐在你旺溝 有很多要找食 你找食沒辦法的 那你就接受社會現實 什麽叫世情 這個就是世情 你不肯埋建 到你選 你不肯埋建 你連出生 去哪一個門口 哪個頭人家出生 你都沒有資格選 你有能力去選嗎 你有能力去選嗎 你能夠選嗎 你控制到嗎 控制到這個人 就是選做了英女王的孫 是不是 娶個媳婦都屌你了 不要花這麼多億 是不是 不用說買一間劏房都沒有錢 屌你了 人生你沒辦法選 這個就是宇宙的法則來的 你爭什麼東西 你有能力 你連那個宇宙的規律 你都要支持的 你多餘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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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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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關照個世界受益 是不是 你來個世界 你關照個個世界 有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有關照 這麼多不滿意 不滿意就是跳樓 沒有人可憐你的 所以在這方面 香港人輸給大陸人 你知道嗎 大陸人來香港 有機會 他真的隨便隨便走 很難的 跌了心水賺錢 一個大陸人 一個目標 一個目標 什麼都沒有 目標明確 起碼 什麼理想都沒有的 他講理想 他假裝有理想 因為假裝有理想 有好處 假裝愛國 假裝愛黨 大陸來都是 因為他要賣堆 其實他什麼都沒有 沒有人靠什麼都沒有 只是有錢的 但是當然我們不希望 我們下一代是這樣的 那你可說 你就移民走 最好的在香港 這些小孩子的前途 你們應該離開 離開 因為共產黨 已經亂了籠了 現在就更加被人打一棍 亂了籠了 還有他們說謊 不斬眼 還要跟香港的殘官去說謊 大灣區 逼他們去說大灣區 說得到大灣區這麼好 為什麼你子女不去 人家一問你 那你大灣區是用大陸法 用香港common law 那你已經沒有人去 這個問題 人家不去移民 我裡面打架會死人的 受你共產黨法律管制的 制度下 所以你共產黨 你不要走來香港吹水 你梁振英這些 乞丐 怎麼會去呢 香港人 那些年輕人怎麼會去呢 有路都不會去的 你說回去買一間屋子住下 或者真的有些人娶了老婆 在裡面 他是行規道舉的 但是如果有老的人不去的 因為你裡面那個法律 是很危險的 有殺錯沒有放過的 還有你那些年輕人怎麼亂說話的 你走回大陸 怎麼你講錯話會死的 我整管督你背脊 抓住你 是不是 尋釁滋事 最簡單的 尋釁滋事都坐幾年牢的 所以就很危險了 很危險的 你大陸真的不可以亂說話的 你們大家年輕人要小心 你回去中國旅行 我只是大家給一些溫馨提示 我自己收的資訊 由現在開始 你總之你走到中國裡面 去旅行也好 走到茶館吃東西也好 你都沒有批評政府 沒有批評的 我可以告訴你 那是沒有言論自由 說明明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從來沒有 你說沒有 多餘的 什麼時候有過 從來都沒有 不是今天開始 現在共產黨心虛 明知道黨內的幹部 過了一個貪污的 明明知道經濟 現在已經沒有朋友了 一朝堅持馬克思 共產主義成功的 你已經沒有朋友了 他沒有揚威嘛 我們就是用這個馬列主義 共產主義成功了 你不要說這些話了 你不肯是那套東西來的嘛 那你講的 還更加人人反感嘛 人家就圍攻你咯 跟著你那些人沒有人格 走出去扮大款 神憎鬼厭 是不是 在人家那些聖水池裡 蛤尿 在人家那些神聖的旅遊區 就屌你那些亂七五八 是不是 神真鬼厭 香港都肚子厭你啦 那些黃蟲在上水的時候 對不對 你香港政府 你梁振英那些人家產 就沒有處理得好嘛 我扔了黃江那邊那個區 走趴市市那邊 全部那邊賣東西 那個關口就鬆的 這邊就扔到你行 每個個檢查 明天夠你鬥 他們自己要撿山走去的 就不會經上水過關 對不對 你是做到的嘛 是不是 在那裡過關的大陸客 就踢就踢到 扔街 在那邊過關就鬆 鬆啊 那些人就會走的啦 浪費了幾元車錢 坐那邊啦 那些人仔過去 是不是 怎樣呢 就不會影響香港了 那些人家是特地搞出來 香港有一堆無間道 香港公務員裡面有一堆無間道 搞什麼呢 搞亂它咯 駁上位咯 對吧 或者以前的前朝的勢力 留下叫你這樣搞咯 駁你亂在輪 它就在工程裡找你笨 沒有人有時間去看那些東西 對嘛 你要社會亂才能駁到猛的嘛 運水才可以網路 對啦 沒有人錯啦 第二個問題 你經常說要停著 或者退後一步 那說退一步海闊天空 這個東西 有些網友覺得很消極的 你不退後你會死人喔 你不退後你會死人喔 你不想要跟它摘馬 因為摘不得到嘛 摘不得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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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又不想反散啊 中國共產黨 你知道嗎 它不想反散自己做事呢 是行為錯了 不想忠實對人 對自己國家不想忠誠 因為它自己內部文件 習先生他們出了文件 吊咬中興那些領導層的 但是他習先生那幫高層的人反省而已 下面所有幹部不想反省嘛 當美國佬欺負你嘛 使同仁格大聲嘛 你知道中國人啦 習慣了嘛 發爛斬嘛 是吧 好的時候是你女兒 不好的時候就去報禍給你強姦 剛才賣報紙又單了 今天新聞有個警察 說給你女兒去報禍給她強姦 好的時候就是亨利 不好的時候就告你不要強姦 你周姦毅啦 你是老婆 共產黨就是這些人來的 不肯反省 現在他們老闆呢 他吞 說容忍美國呢 都是不肯反省的 他只不過形勢被強 引氣吞聲啦 因為他們現在只怕嘛 我們看那些網上新聞 他平術呢 都是說 他不朝鮮這樣跟Donaldson 真是攜手的話呢 你中國就帶領鑊的嘛 以前你靠金仔這個爛頭桌 美國佬我和你講數啊 屌你啦 你不肯遷就呢 我叫金仔裝東西的 那你都有籌碼說嘛 有一個人說 美國不肯靠你講數嘛 我和他講數就行了 因為金仔說經常說我禁止 我禁止金仔都射你扭樣嘛 那些導彈 那現在不是啊 沒有領鑊了 那你共產黨有什麼衣品呢 有一個人是最害怕的 還有呢 你金仔真是埋領了一堆的話呢 他們現在叫他們拆了南韓那些薩德系統啊 你真是發夢夢祖啊 不朝鮮都起來了 他將美日航台聯了網啊 正式聯網啊 美日航台啊 多強啊 在你身邊啊 現在不朝鮮 以前也隔著不朝鮮 在南韓那邊啊 現在不是 踩到身邊 越南也是 美國的越南的金南軍港基地 又在你身邊啊 你都亡是大媽 外交部長 不知道做什麼 接著一股知別克 又有個軍事基地 在蒙古 整個核彈的研發中心 你都沒有四面坐過 所以他就要容忍了 但是這個容忍呢 是錯的 是不應該容忍 他們全部思維錯的 不容忍? 反胎反得行嗎 不容忍不一定要反胎的 不是用容忍這個字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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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色啊 不養灰 摘到心裡 整好那些東西 是不是 整好自己的內部 又不講什麼又不講什麼 但是最重要都是真的要反思咯 中國 那習先生要帶頭呢 要逼那些幹部呢 很難啊 真的要正大光明咯 跟人做生意 根深蒂固 整個東西要改變 因為你走不遠的 走不遠的 死定的 看什麼時候霸鑊而已 我很難想像啊 習大大可以好像普京那樣勇地 說一聲 劈掉馬克思主義 這個做不到 是啊 但是他們都開始在改的 就是說改了一些 中國特色的馬克思理論 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老鬼在那裡 最慘的 等於現在中國呢 有很多人家裡 那俄羅斯沒有老鬼啊 俄羅斯不同的制度 因為俄羅斯那個馬斯呢 很多那些獨聯體國家 被迫要用你而已嘛 那家民共和國 是不是 因為它有個信仰文化嘛 中國沒有嘛 中國沒有嘛 它那個東政教擋了 那個共產思想嘛 當年 它就怨共產黨 蘇聯共產黨統治時間 它那個東政教沒有動到的嘛 沒有動到的嘛 所以它不同 有一陣保護網在那裡的 它的信仰還有在那裡的 但是中國沒有嘛 使用你老 和毛澤東做神嘛 變成現在很多人 是得益了毛澤東上場的 事實來的 所以很多人 還擺毛澤東的神主派 在家裡拜的嘛 覺得那個真好啊 裝香的 不是呀 現在都還有人裝香的 特別軍佬 因為它是毛澤東上場 它才有今天的嘛 這個事實來的 所以共產黨是有功有過的 所以就算你中國說 這麼多人都支持共產黨 是有理由的 因為窮人多嘛 很多窮人被人打壓 它當年就是 共產黨進來解放 它才起到身的嘛 很多那些紅軍啊 那些全部窮人去當兵 現在起到身的嘛 它在它的利益立場呢 它要支持共產黨的 正確的 我們都支持共產黨的 這個國家這麼大 沒有一個這麼有組織的黨 它正常怎樣管啊 只不過我不肯支持他們的思想 和不肯支持他們的低B幹部的行為 那些人家 那些做工作的方法而已嘛 好的黨員我們賺的啊 習先生都想這個國家好的 難道他想這個國家仆街嗎 但他不夠班啊 還有他習先生下面沒有人才嘛 你那些兵呢 又沒有國際視野 又沒有人去評估 那現在他社科院 還有那些顧問團呢 就天天蹲在那個四谷牆圖書公 抄這些資料 或者上網抄那些外國資訊 還跟起來什麼東西 就算他們想到這些問題 他不敢講嘛 最慘的很習近平下面的人開會 和黨的路線不同 怎樣講呀 誰敢講呀 這樣死的啊 中國的政策 看到問題 bases 是沒有人敢講的 老闆不喜歡 香港沒事的 香港如果你繼續給它 正式執行一國兩制 給它們民選特首 全面普選 沒事的 但老闆不適合聽 為什麼它這麼開放 影響我們深圳池 影響中山 我們中國搞民選 我們共產黨就沒有位置 它是這樣想的 就是人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它是怕這些 怕政權要千秋萬世 變成了就算你的幹部 我們最欣賞清的 現在講二十多年前 在廣州有一個做副市長的 放假 和那些朋友在酒家裡吃晚飯 講了一句 西方那些民主制度都不錯 說一句話 蝦爺 等九個禮拜被人調了新疆 調你有沒有 你真是大人大人一和 不知道哪一個人 刀你背後 你這樣講一句話 會死的 隔壁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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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你那些酒樓茶館 你們那些人回去旅行 你們真的要小心 全部下午都是出兩份糧的很多 他們都不到他不這樣做 因為他人多 地方大 他管理很困難 所以為什麼你看完演唱會 大家看新聞看到 張學友的演唱會 隔壁的那些逃犯 挺好的 開到幾次 這些逃犯都會被抓 是不是 抓人最厲害的 別人沒那麼厲害的 他們全部集中精神就是打壓那些反對勢力的 那你香港就是年輕人 不知共產黨的作風 你要擺來臉 跟他碰 但實際你是夠說的 你就不是說真的有心跟他碰 即是貪口爽 先說著很難爭 現在有記者有鏡頭對著著你 這樣你就付出很難殘忠的代價 你真的呢 我又支持你 你不敢說是呀 我怎麼要買汽油膽 什麼什麼什麼 怎麼沒有錢 沒錢 沒錢就怎麼樣 我教你去哪裡借都還可以 教你不難 整都還可以 你又不是 沒有什麼駕駛 叫他把人家產給你 你不要戒指頭 要寫血書 沒有人敢制 怎麼搞這條毛呢 沒得搞啊 第一個問題 Dotter 這條問題 有朋友就看 不知道看哪套包青天 他說看包青天 說包青天不是皇帝 為什麼穿著那件袍會瘦龍 是嗎 那條龍來的嗎 那條龍來的嗎 哪一套啊 我真的不知道 包青天得送的嘛 有分不同的花紋 但是通常是照明朝的文官規則的 如果是送朝的 一向都沒有 第一 包青天的袍就不是黃色的 第一 它那條不是龍來的 它那個是網來的 四爪的 網都好像龍那樣的形態 是的 有爪四爪 規矩四爪 規矩四爪 那個就是包青天的 它那個不是 但是那些人不知道 就當作是龍來的 那條不是龍來的 但是網都是要刺才准穿的 要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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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戲 但是有很多限制不同的 是的 色樣不同的 色樣不同的 也不可以五爪 一定不可以五爪 但是第一 就算你戲班穿的龍袍 都不可以那個龍那件袍的頭是向上的 皇帝那件龍袍的龍頭是向上的 如果其他戲班的龍袍的頭是向下的 有龍 但是頭不是鱷起的 國也有分別 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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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也有分別 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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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也有分別 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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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有法度在的 即是等於有個 等於有個 有個簽譽 等於有個簽譽 等於有個簽譽 有個簽譽是殺頭的 不可以亂擁著 你家裡的牙頂都不可以有黃色的 死人的 會叉賊全家你起一間屋子 宋朝可以 宋朝明王不是禁式來的 是清代才將它變成禁式來的 宋朝可以 你先講南宋不宋 分別人來講 我就記得不能夠了 因為黃埔加薪不是明王式 是杏王式的 明王是滿清用的 杏王和明王不同 所以那是開明王的禁就禁杏王 我研究那些佛廟的時候 看到遼今 所有下來宋代的廟都沒有黃頂的 如果一起黃頂 黃雅那些廟一定是皇帝廟的 要遇刺你用那個黃色 天靈子就有黃頂了 天童子都有 因為它沒有質天遇刺的 它可以遇刺 但是是明王的 那時候宋代是明王的 但是問題 問題問完了 那有些什麼花水呢 今晚有些正東西 有什麼正東西 美女 今晚花水就不會歌上祖國之後 有千禧祝福文 是呀 正東西 有三盤多 博士要放了 大家真理元壽 看起奇局 奇局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預奇局 今晚有幾隻帽子 真是正東西 很性性性的帽子也有 很性性性的帽子也有 蜜叉財女 蜜財女 亂說 財條毛嗎 它哪有財啊 靠那些傳媒 唯威唯 大家在那裡鬥吹水 財女會搞那些 狗不搭白的馬路一起的嗎 是吧 財女多數要獨身的 在歷代中國也是 你不獨身 誰能做到財女啊 蛤 什麼 幾個嬰兒子 肯定住財條 原來姓女就等於財女 那我肯定是有財女了 哈哈哈哈 是啊 太好了 這國雲一國光圈 哈哈哈哈 還有 財女不是一定說要漂亮的 當然不可以說很醜怪 黑人真 但是男人都是 那些財子一定很有自信的人 但是有很多是過度自我感覺良好那種自信 那些都不入樓啦 那些是水鬼衝星成王 為什麼等於那個什麼才子黃瞻 為什麼不夠他一早死了啦 砍了紀錄啊那時候 不是說笑的 我先看一九七幾年 一九七八年 七幾年而已 很早的 一九七六年 七八年 我在現在美麗華商場 美麗華就在對面地牢 我想叫麗美華夜總會 那些日式夜總會 我不認識黃瞻的 我後期他才拿了一張心經 因為很多年後 我為什麼這麼吵 舞池 那些人說 嘩 為什麼在這笑 他那樣呢 拉開拉鏈在舞池裡 窩尿啊 窩尿啊 別去路 我窩路走 喝到我呸呸呼呼 啊 你呸不完 你呸不完 啊 可以貓成這樣 有一台人呢 我隔壁是認識我的 就在江湖大佬 就招呼一個反黑的老邦 那個反黑老邦就說 嘩 你有沒有 這麼老的肚子 那個江湖大佬 做事啦 嘩 你有沒有 在隔壁桌 我聽得到 即是說 等著黃雅尖出來 就打了眼色 那有兩個年輕人呢 他那些跟著 就另外一張桌子就起來 做事啦 做事啦 那個人說 嘩 你什麼選手啦 聚酒樓 嘩 你有沒有在 無理會 他們認識他人明哥 我說嘩 認識的啦 嘩 你什麼見人過 坐在一起 為什麼堅強說 和黃老尖坐在一起 嘩 那就選一訴 那些人拉走他 那就不肯動他 就直接 找那些年輕人不會走 就是當是那些人客 當是那些市映生 扶他走算盡數啦 叫朋友叫他埋單走 動勾他的 因為以前那些牆呢 各個看牆呢 都有工具擺在那些椅底的嘛 那些看牆那些 動勾他的 叫他看牆動勾他的 所以黃老尖 另外一個他還彈在我 因為衰在我們那些人手上 那件事很過癮的 那時候他好像拿了我一張心經了 洗人了 找張權不拿 那些九龍堂 那麽多汽車別墅 你便洗洗進去咯 開一架車給幾個水 兩個小時 他那樣子就在那個牛津那裡搞事 我把那些車子都沒有 排在那些車子裡搞事 和阿尖 就給我的兄弟 西腰那些人 東腰 給東腰的兄弟 騎著 有個伙計 知道我認識他的 但我來 喂 餵明哥 你那個朋友現在 在說錢 他跪在那裡 屌你怎麼跪在街上 屌你不要算錢 問他 那袋子有多少錢 屌你不要拿錢 小姐在算錢 都被騎著他的水 騎著他 騎著他 下叉柱 放他一馬 真是放他一馬 大佬 馬喊大佬 在扣頭 王阿尖 他會申辦名列的 他會 還有他回去 他會被 林彥明打 那個仆街 哈哈哈哈 他會罵仇 他會罵仇 和管理錢不行 裁什麼紙 一裁一條毛嗎 當然 你賺錢 寫兩下毛筆 寫幾十字 寫什麼 四兩檔一斤 沒有什麼人裁 那麽就這樣 百多元 因為他會很偏僱的嘛 又會坐在灣仔 那些有名的 酒家裡 吃下午 很浪費錢 很貴的 又光顧那些聚香園 又光顧那個庫林 又光顧那個 總之是貴家的食肆 那些人 就是要衝這些炮艇的人 怎麼周深寨 是 後來不肯定 就是 整個什麼 廢黃 廢黃 廢黃獻唱會 叫人出來 那些錢 又被人賣 那報紙也有賣 有賣的 雜誌 就說他 這個什麼 濕溝林才女 那時候 就 就 搞得大 娃娃那個肚子 來賣婚 所以男人我們看不起 那些 那些 這麼多馬路 你不懂 你不懂 那些什麼 才什麼 那些有眼無珠的人 就是這樣 很老套的 如果世界人 不要知道這麼多 所有的什麼 娛樂圈子的人 有名 就不要知道這麼多 他們的私事 知道你很無人 很無人 好 好 最後 最後 Tango和魔術 好 那我升旗繼續 升旗繼續 最後 完了 會有 電影卡 QR Code 放假 可以 大家可以看 有現在的電影卡 很多新的電影 特別有一套 青年馬可思 大家經常說 面對中國共產黨政權 就堅持馬克思領導 那究竟馬克思思想是怎樣 我就不敢欣賞的 但是 共產黨種了這些毒 現在他都沒有找口說 那你就看看 他們種了什麼毒 那你和他們面對時間 你知道怎樣 跟共產黨交手 好 下個星期繼續 星期再見 再見 是 是 我要 現在 這個是 可以 會 嗎 我